台长真的是很可怜那些 这个残疾啊那些眼睛 所以每次台长都是要救他们 台长告诉你们 学佛真的是用行的 你们大家知道你们都会念心经吧 我告诉你们 心经为什么厉害 心经实际上是般若心经的精髓呀 也就是说智慧的精髓呀 所以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 都是依止般若般若密多 也就是说大智慧到达彼岸 记住什么叫大智慧 大智慧的学佛人 就是救度众生的人 就是忘我的人 就是懂得怎么样让这个世界更多慈悲的人 希望我们拥有大智慧 才能达到般若般若密多呀 正德菩提无上正果 也就是说要懂得用般若智慧了解佛 所以了解生命的本源体 那就是不生不灭的本性啊 有一股的本性啊 有一股的长一点 其实很多人还是没听懂 所以我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吧 记住我们实际上就是超凡路胜 因为师父用白话佛法跟你们讲 智慧是什么 其实人间有聪明和智慧两种 但是人间的聪明是计量利弊得失 今天我赚了多了 我多赚你 我用个例子告诉你们 比方说你做生意 你今天跟人家做一笔生意 你多赚了人家一百块钱 你好像得到了 你很聪明 但是人家知道你多赚了我的一百块 我下一笔生意不跟你做了 你就损失了几千万 所以有智慧的人是舍 今天我该赚多少是多少 我不多要你一分钱 我完全无所谓 人家一看 你这个人走得正 做得正 下一笔生意 我继续跟你做 这就叫智慧啊 所以整天赚小便宜 占人家一点点的能够开心的人 那叫小人啊 天天能够付出帮助别人的 那叫圣人啊 生命的本源体就是真正的灵魂 它是不生不灭的 因为人的灵魂它不会另外生出 也不会灭度 为什么 因为接据佛性 所以一个人再怎么换 他还是有良心的 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 在他最后要执行宣判的时候 问他你最遗憾的是什么 他会掉眼泪说 我对不起自己的母亲啊 这就是他的良心和他的本性啊 但是他被五欲六成已经污染了 他不能让他的本性和良心这么干净 所以他失去了他真正的本源体 这就是良心啊 而我们学博人擦干了自己的肮脏的五欲六成 我们没有太多的需求 没有欲望 我们没有让自己掉进地狱的做的这些因 所以我们用良心做事 用智慧做事 我们懂得用菩萨的智慧来解决人间的难题 这就是菩萨呀 讲得开心啊 师父也开心啊 你们听得懂 师父更开心啊 我帮你们基础打了好一点 怕以后你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阿弥陀佛说 正的无上正等正等正觉 一个都听不懂 你们现在听懂了吗 不要吹牛啊 宋朝有一位禅师 这位禅师 这位禅师年轻的时候呢 他还没有出家 但是呢 因为他喝醉酒 跟别人呢 为了钱财争斗 没想到 他一刀把人家杀了 把对方打死了 他畏罪潜逃 然后他就出家 刻苦修心 大彻大悟 每次说法 都有几百个学生 聆听他的反应 都有很多很多的学生啊 在七十几岁的时候 都有一天 他突然沐浴之后 他叫深座 深座的意思呢 就是法师要开讲之前 坐在这个椅子上 坐下来叫深座 所以过去叫深堂 对不对啊 我教你们一点 过去还有很多呢 皇上死了 不能说死了 叫驾崩 听得懂吗 不懂的人叫驾出去崩了 所以要记住 他叫深座 然后他告诉大家 说你们今天都不要动 也不要说话 老僧 让你们看看 什么叫因果报应啊 结果到了中午 一位军营的武官来了 到了这个庙里 拜拜伯 突然看见他坐在那里 马上拿出弓箭 就要射他 这个时候 禅师和和尚说 老僧已经等你多时了 这个时候武官才惊讶地说 哎 我不认识你 为什么我就想杀死你啊 为什么我就有这种欲望 想把你射死啊 禅师说 妾债还钱 妾命偿命 因果不爽 请你下手吧 不必迟疑 端坐在椅子上 这个时候 这个军官突然之间 感觉很奇怪 就要问那个法师了 我从来不认识你 你为什么会今天这样 这个禅师就把他四十年前 打死的那个人的情况 告诉了他 所以这个武官从来不认识字的 突然大声的吟诗一首 叫冤冤相报 何时了 节节相残 其偶然 不如语诗 拒解释 如今立地望西天 这说明一个人必须懂得因果 懂得报应 不管你今生修为多高 功德有多大 均是逃脱不了因果定律的 因果报应只有在彻底醒悟 绝不造因 造新业 才是唯一的解脱之道 台长就是解释了一个问题 告诉你们 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天天在做功德 天天在布施 我付出了这么多 为什么我还在受苦 菩萨呀 你开开眼 为什么不救救我呀 因为这是你过去造的因 所以你现在必须承受果报 如果哪一天 从今天开始 你拼命地造善因 要记住 种下去 不会马上长出来 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从今天开始 诸恶不做 就做善事 每天造善因 种善果 你们等着吧 很快的 就让你们 发喜 充满心想事成了 开心 发喜 是自己所造 悲伤烦恼 也是自己所害啊 所以只有彻底的离开烦恼 彻底的不造心业 才能毁其旧业呀 要擦干自己不好的一切的因果 才能真正的了解人生的真谛呀 这个人生的真谛就是世事无常 世事无常啊